大家好,我是Amy Song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姜黄牛奶 也叫黄金牛奶 这是印度流行很久的养生饮品 今天正好是母亲节 这道健康养生饮品献给妈妈 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身心健康 为什么有些人流行传染病期间 有些人得病,有些人没有得病呢 就算得了病也很快就康复了 这就是跟自身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增强体质 然后来抵抗疾病的最大的杀手 现在是心脑血管和癌症 有一位103岁的心血管老中医 他临终睁言 说想要长寿一定要保护好心脑血管 今天介绍的是非常热门的天然养生保健食品 姜黄粉 英文叫Tammerick Powder 我们熟知的五香粉 13香都含有姜黄粉 最经常吃的咖喱粉 主要原料就是姜黄和其他香料 一起配置 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吃咖喱的大国 据统计印度癌症发病率是西方国家的八分之一 在日本冲城地区 是日本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那里正是种植姜黄的基地 冲城 先说一下姜黄的功效 它含有一千多种微量元素 抗山高 降低胆骨醇 防止动脉硬化 降血脂降血压 还有抗癌的作用 主要是它可以减少癌细胞 血管的新生 它无法生长 也就无法反应 还有抗氧化 可以延缓衰老 就能延延益瘦 还有减肥的效果 它的精油姜黄NH细胞 能够减去内脏的脂肪 不是肌肉啊 还有保肝的作用 它可以排毒降低脂肪肝 还有消炎症痛的作用 改善骨关节的疼痛 痛风 它能够缓解疼痛 比如说口肠发炎 固肠胃 它还可以杀菌 改善肠胃消化系列 抗免疫力强 研究发现 姜黄素能够增强 抗体反应 调节免疫系统的能力 整体改善人体健康 对糖尿病 它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一句话 就是姜黄能够最好的 滋养和呵护 五脏六腑的功能 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要饭后才能吃 饭后才能喝 因为姜黄它是脂溶性的 与寒脂内的食物一起吃 它更容易吸收 那个黑胡椒粉中的胡椒碱 它能够和姜黄素混合在一起 它的吸收力要提高百二十倍 我在介绍肉桂粉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温中健胃 抗胃算过多 它还可以修复 胃溃疡 故肠胃的作用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如何煮姜黄牛奶 好 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需的食材有 牛奶一杯 姜黄粉一茶匙 胡椒粉一茶匙 肉桂粉半茶匙 生姜粉半茶匙 椰子油一茶匙 椰子油一茶匙 蜂蜜一茶匙 蜂蜜一茶匙 好 这个是已经刚煮开的牛奶 我们可以先放姜黄 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 半茶匙 肉桂 半茶匙 生姜粉 还有就是椰子油 把它拌匀 把它煮开 再放一茶匙 再放一茶匙 蜂蜜 把它拌匀 好 姜黄牛奶已经煮好了 我来品尝一下 浓浓的胆香味 椰香味 还有一点点辣味 味道挺不错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和订阅 打开小铃铛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